中文字幕——YK 伯朗宁手枪是以它的设计师的名字命名的 约翰·摩西伯朗宁 1855年出生在美国盐湖城北部 奥格登小镇一个枪械设计师家 从其祖父开始 他的家族就从事枪械销售和改装行业 父亲乔纳森·伯朗宁是枪械工程师 在当地经营了一家枪械作坊 受家庭的熏陶 伯朗宁从小就对枪械十分感兴趣 没事就跑到父亲的枪械作坊里 玩着摩纳 老波浪宁看在眼里 喜在心里 于是便经常给他传授一些有关枪械的知识 十四岁那年 伯朗宁为哥哥马修研制了一把相当出色的猎枪 使摆弄了大半辈子枪的父亲大为吃惊 二十岁那年 伯朗宁又研制成功一支单发步枪 这支枪非常独特 把扳机护圈向下拉时 就可将枪击拉下 同时完成抽壳 抛壳 击垂待机等一系列动作 将扳机护圈合上 就能推动下一发枪战入膛 看到这支枪时 老波浪宁由衷地赞道 我活了这么大 还从未见过这么好的枪 父亲去世后 伯朗宁兄弟在老伯朗宁枪铺的基础上 于1879年合伙开办了伯朗宁枪制制造厂 伯朗宁和哥哥马修各样所长 伯朗宁在设计武器上 极具天赋与才能 马修则擅长经营管理 没过多久 伯朗宁就设计出一支后塘装弹式单发步枪 并获得专利 这款步枪被美国军方的武器供应商 文采斯特枪厂看上 于1883年花8000美元买断其专利 并批量生产供应美军 这是伯朗宁作为枪械设计师 成功卖出的第一步 在很长一个时期 困扰人们的是如何解决枪械自动连续射击的动力源问题 19世纪末期 这一难题终于被攻破 1882年 美国人海勒姆马克进 在一次对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进行射击试验时 被枪托的后座力撞中了肩膀 受此启发 马克进通过采用火药气体作为连续射击的动力 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全自动武器 马克进重击枪 弹壳中的火药被枪击击发点燃后 在将弹头向前推出枪管的同时 部分气体向后运动产生后座力 利用火药气体的后座力 作为抛壳上弹等枪械连续射击的动力 这就是迄今为止枪械自动射击的基本原理 波浪宁在一次打野鸭子时 受一片被火药气体吹到的香蕉叶草的洗发 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利用火药气体 导气式结构自动手枪 导气式自动方式 是利用枪管导气孔导出的火药燃气 推动枪击组件向后运动 从而完成机构运动的一种枪械自动方式 绝大多数导气式枪械 采用在枪管侧面开导气孔和活塞 向后运动方式 自动手枪的研制成功 在世界手枪发展史上 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波浪宁的合作伙伴 温赤斯特公司却保守地认为 美国市场的主流是转轮手枪 这种手枪毫无市场价值 因此 温赤斯特不愿意冒险 批量生产波浪宁设计的 新式自动手枪 就在波浪宁几乎绝望之时 机会的天窗向它打开了 比利时赫斯塔尔国家兵工厂 及FN公司 由于在比利时军方新部签的竞标项 输给的德国茅塞工厂 正面临倒闭 该厂的一位代表 当时恰好刚刚来到美国 考察自行车生产情况 打算转型生产自行车 比利时人意识到 自动手枪在欧洲的广阔前景 与波浪宁一拍即合 立刻聘请他为首席设计师 波浪宁为比利时提供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他新研制的 波浪宁M1900式半自动手枪 1900年7月 FN公司获得的比利时政府一笔多达2万只手枪的订单 FN工厂前后总共生产了72万只波浪宁手枪 波浪宁M1900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自由枪接式自动原理的手枪 也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半自动手枪 其弹霞后制和附近黄上制的结构布局 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手枪 甚至冲锋枪的身体 波浪宁M1900手枪 波浪宁M1900手枪 长162.5毫米 重不含弹匣615克 靠近7.65毫米 弹匣容弹量7发 有效射程30米 波浪宁M1900可靠性极强 特别顺其设计精美 不仅体积小重量精 而且枪身薄便于贴身携带 因此这款手枪一轻推出 不仅成为刺客的首选 而且很快受到了不同国家 不同人群的勤奈 波浪宁在成功研制出M1900半自动手枪后 就一直想要研发一款体积更小的半自动手枪 1904年 他在M1903及马牌鹿子的基础上 研发了一款小型手枪 并想推销给美国的克尔特公司 但克尔特公司高层认为 该枪结构过于复杂 拒绝了 波浪宁只好再次转向比利时的FN公司 FN公司第一研究 任转向了这款秀针手枪巨大的市场前景 于是1905年 波浪宁的M1906秀针手枪吻事了 1906年 FN公司正式将这款口袋型秀针手枪推向市场 M1906 M1906仍然采用的自由枪机式自动方式 惯性闭锁机构 该枪有33个零件 可迅速分解为 套筒 枪管 附近黄 即附近黄导杆 机针 即机针黄 套筒座 弹匣 连接销等7个部分 M1906枪身 宽25毫米 体积和一盒香烟差不多 即使装满子弹 全枪重量也不过0.4千克 该枪全长 近114毫米 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短 故而得名 掌心雷 对面笑 由于体积小便于携带 当时很多女性也很喜欢该枪 M1906袖针手枪 设计精巧 外形平滑 没有突出的棱角 不易勾挂衣物 同时 该枪的安全性也非常好 其配备了三重保险 手动保险 握把保险 和弹匣保险 如果卸下弹匣 扳机就被锁定 即使枪堂内有弹 也无法射击 只有在正确握持该枪 并插入实弹下 解脱手动保险后 才可以射击 由于在M1906袖针手枪 出现前的袖针手枪 多为微型转弩手枪 或德林杰手枪 装弹量为2-5发 多使用0.22英寸 边缘发火枪弹 弹头初速低 威力小 而M1906则采用 初速较高的 0.25英寸ACP弹 就有更强的威力 其6发动的弹匣容量 也使得它的火力持续性 超过以往任何微型手枪 M1906成功的设计 是其成为之后 几乎所有袖针手枪的 模板和给外 从世界上第一种采用 自由枪击式自动原理的 波朗宁M1900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盟军主要装备的单兵自卫武器 M1911 它经过不断改进升级 被世界公认为是手枪中的经典 博朗宁 博朗宁手枪正在播出 M1906已经推出 就受到广泛的欢迎 就连曾将其拒之门外的 美国科尔特公司 也回过头来生产开枪 1914年 比利时国王为了表彰 博朗宁的功劳 授予他十字勋章 国王还特别送给博朗宁一件礼物 一把相尊的M1906 离品绣针手枪 除了比利时和美国外 西班牙 德国 杰克斯洛伐克等国 也都曾仿制过M1906 1954年 比利时FN公司还推出了 该枪的改进型宝贝袖珍手枪 其至今仍在生产 19世纪末 由于温彻斯特兵工厂的短视 博朗宁手枪曾与美国师之交臂 但在二十世纪初 却又很快受到美国军方的青睐 1899年到1902年间 美军在菲律宾 镇压当地民族起义时发现 其配备的9.65毫米靠近的 克尔特佐伦手枪 缺乏足够的打击力 致使美军伤亡惨重 这种情况引发了美国国内 是否淘汰左轮手枪的争议 美国陆军军械军械理事会的主旗 约翰·汤姆逊上校和路易斯·拉贾德上校任委 左轮手枪已经不适应实际的战场需要 美国陆军需要一种能够提供足够大火力的新型手枪 1907年美军方开始进行其新一代制式手枪的招标 结果克尔特公司提交的火浪宁M1910式半自动手枪 以其结构简单、坚固耐动及安全可靠等优越性能 通过了选型试验 于1911年赢得美军新型军用制式手枪合同 同年美军正式将其命名为M1911手枪 并于1912年4月装备部队 成为美军装备的第一支半自动手枪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对M1911手枪进行了部分改进 减小了线塘部分的内径 增加了阳线的高度 在班级后方增加了拇指槽 握把背部拱起 表面增加了克服 为了便于在射击过程中 有效地控制住枪并更好地瞄准 还增加了准心的宽度 降低了枪尾部的突出部分 改进射击工作于1923年完成 1926年6月25日 该枪被美军正式命名为M1911A1时军用手枪 1935年投入批量生产 并开着大量装备部队 M1911A1枪长219毫米 全重1.13千克 靠近0.45英寸 采用0.45英寸克尔特手枪弹 弹侠容量7发 有效射程50米 M1911A1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军装备的一种主要的单兵自卫武器 它虽规定只配备给班长的军官 但在前线 许多士兵都拥有一把1911射手枪 直到1984年 M1911仍然是标准的美军制式武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1926年11月26日 伯朗宁在赫斯塔尔兵工厂的生产线上 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 终年71岁 约翰摩西伯朗宁在其一生中 除了成功设计手枪 还设计了多达37种各式步枪和轻重机枪 较为著名的有 但让伯朗宁拥载世界枪械发展时史册的 还是他的伯朗宁手枪 1947年 阿卡四七一经面世 便迅速席选全球 名声打造 他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入大权 在枪械发展史上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敬请收看兵器灭灭关阿卡四七